今天给大家拆解一下 为什么很多人他就一直去玩土狗 然后呢 虽然一直亏 但是他还是一直在玩 其实我觉得任何东西 一个人带来去玩 一定是在他的世界当中 他觉得这个事情对他来讲是合理的 是最佳的一个选择 他就是没有想明白 这个时候其实你跟他讲 你不应该玩这个 你觉得你这样很蠢 其实是不管用的 你只给了他什么 给了他答案 对吧 你自以为是的答案 但是你没有给他讲明白原因 就仿佛一个人对吧 对另外一个玩A股的人 觉得你A股有啥意义 A股完全不行 别人不会听的 只有一个人真正想明白 玩一个东西的好处坏处 对吧 他想明白之后不想你说 他自己就会知道怎么做 所以今天想给大家去讲一讲 这个视频应该还是挺重要的 如果尤其是对一些资金体量还可以的小伙伴 实际上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人群反而是散户 小韭菜 因为我觉得他听进去之后 他们大概率可能能够赚钱在这一轮 不然的话可能就会容易亏的比较厉害 原因待会我会具体的去阐述 这边给大家一起讲一讲这期视频 我想试着从底层的原因 从一个数学公式 对吧 计算这个数学题 或者说算账的 我只要给大家讲明白 为什么我觉得冲突狗 玩个眼上基本上是一个很愚蠢的事情 我现在先把结论给大家 待会我会讲原因 大概率是不赚钱的一个事情 然后真正的机会在哪里 我也会给大家分享 那我就来开始讲 首先今天的一个主题叫做 你一定要想明白自己要赚哪个阶段的钱 或者说哪个阶段的钱相对更容易 更高确定性的赚到 为什么找到它的原因 这非常的一个重要 那我大概在这个表上 我们在这个图上画三个阶段 我约等于把整个加密货币 一个代币的历史周期 我们把它不是历史周期 它所属的阶段吧 我们把它划分为三个阶段 如果看过我之前视频的小伙伴 应该记得 我之前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类似的逻辑 那但类似的逻辑也是很管用的 我把它叫做四项线嘛 比如说12 123 四项线 大家可以去找找之前的那个视频 我之前讲的就拿两个项线的钱 是相当好赚的 为什么 比如说第一个项线 我们讲是老牌秘密 大家知道吧 舵戟 屎币 对不对 这个是比较稳的 但是 一起空间不大 所以我不会去买 好 第二个项线是什么 我现在现场再给大家简单讲一讲 比如说是那个 PP之内的 对吧 在上币安 在这个15一市值以上 帽子狗 对吧 10一以上都行 帽子狗 PP Flocky Bunk 那相对就会好一地 相信大家明白吧 但是可能也是三倍到五倍的一个空间 毕竟是只在那边摆的 所以可以买中性的 但是我觉得回报可能也不是很大 第三个是什么 上了二三流交易所的 大家知道吧 像特勃还没有上币安之前 特勃 特勃没有上币安之前 APU等等 这种代币有两个好处 就是哪怕它没上币安 因为它的市值就处于一个亿到两个亿左右 所以大牛市的时候 它一月等于它还是有三到五倍的一个空间 因为我们观察下来或者市场的数据 就一个代币没上币安的天花板是10亿嘛 对吧 那它现在假定是一个两亿市值 最终没有上币安 大牛市来的时候 它也有五倍 对吧 如果现在是一个亿 大牛市来的时候 它涨到六亿 对吧 它也有六倍 还有一种 机会在野 买这个第三项线的币 还有个机会在野 就如果你在它一到两个亿的时候 买入 然后说买的币 有幸上了币安 大牛市的时候 它可能是十亿打底 是不是 那可能你就是 是什么 你就不是三到五倍 你是五到十倍 甚至更高 这个是第三项线 第四项线是什么 第四项 项线就是 我觉得我把它叫做币安上的新秀秘密 比如说特勃 Nero知道吧 它是从第二 第三项线跑到第四项线了 它上了币安 但它的市值在 还是在 对吧 刚上的时候是最爽的 在这个四到六亿的时候 那你去买 那你等个大牛市 它也是有个五倍到十倍的一个可能性 然后 这个是从交易所的角度 但还有个能叫什么 我今天想讲的是这个链上 链上的话 它是哪种状态 那实际上我们可以把三四项线 这两个代币放到一起 你懂吗 然后第四项线 那比如说就是链上的图钩 那你就要知道这个图钩 它的风险 它的回报如何 大家明白 这个是我今天用这个阶段理论 再给大家讲一讲 这边先删掉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说一下 我把整个加密货币 我们要赚钱 我们赚钱的阶段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链上 那我这边写了一段话 我说散户的命运往往一开始就注定了 你以为你不断的折腾 不断的努力 最终能赚钱 其实在一开始 你的心态就决定了你可能最终 所处的一个结果 或者所处的一个命运 因为资金小 所以总想着要十倍百倍回报的报复神话 他们赌的是什么 赌的是一个代币从10k 到对吧 100万 到这个1000万 甚至到一个亿的一个概率 其实这个时候 你门心资问这种概率有多大 OK 然后第二个阶段是什么 上个二三流交易所 且这个市值冲到过一个亿 哪怕有回撤 也回撤到下限在5000万左右 第二阶段 他赌的是一个代币从一个亿 对吧 或者说从7000万 比如说这两天的这个盒码 对吧 他到三个亿的一个增长 一起 盒码昨天一天拉了三倍 大概是这样的 就七几拉到这个二三嘛 然后呢 这边就是我讲的很重要的是 即使不上币安 也有二到三倍的一个回报 阶段三是什么 就上了币安 对吧 上了币安 比如说小写的盒码 我靠 简直送钱 对吧 2000万市值上币安的时候 赌的是从一到三个亿 到六个亿所谓的增长 但这个部分是上币安的利好回报 还有一种情况 比如说他上币安已经涨到五亿了 五亿到六亿 比如说特博 那你读的是他从五亿六亿到三十亿的一个回报 等大牛行情 所以这两者情况 我想不叫 其实这个叫什么 阶段和阶段二和阶段三 六个字就叫大稀释和中市值 就他能够到稳定的在一个亿到三个亿 对吧 跌也给你跌到个七八千元万 那他这个稀释是可以的 市值也是中的 那这个时候呢 他因为上了交易所也有基本的支撑 那我觉得他可能才是财富密码 别看说这个倍数这边会有十倍 这边才对吧 两到三倍 五到五到十倍 那我给大家讲讲原因 就单看倍数没有意义 你一定要看概率 对不对 我说本质上阶段二和阶段三 玩的都是高确定性的游戏 阶段一玩的就是心跳 要么报复 要么归零 你想嘛 实际上报复的概率 他有多少 可能只有千分之一 或者百分之一 这还不够 这真相的是什么 就哪怕一到报复的机会 实际上你能拿住多少倍呢 大部分人其实也只能拿到两到三倍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你能拿到几十倍的可能性 可能又只有十分之一 所以常识的算账思维就是什么 阶段一 假定报复概率 我们按照最高 百分之二十给你计算 你是个链上高手 行了吧 你不是百分之一 你也不是千分之一 你是百分之二十 但是你一般拿不住几十倍 可能大部分人两到三倍就慌了 他就会出手 而阶段二和阶段三 本质上是用百分之八十的确定性 去赌两到十倍的回报综合来看 因此你相当于 如果你玩阶段一 相当于是用百分之八十的不确定性 去赌二到三倍的实际回报 对吧 对吧 如果你玩阶段一 两者的回报 从实际结果来看 倍数是一样的 但风险有四倍差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在投资的世界当中 对吧 完全是亏钱和赚钱的区别 那刚才是图形给大家展示 其实我昨天还写一下 这个也发在我们社群里面 然后的话 这边其实我有个 有句话描述很有意思 就是你玩超 玩阶段一 其实本质是超着卖百分的性 但是赚着卖百分的钱 因为我讲啊 你冒着百分之八十贵人的可能 实际最终回报就是两到三倍 因为其实一到金狗 大家都知道百分之八十的人是拿不住的 这个时候你干嘛不就去 你上来就去玩这个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对吧 你有百分之八十的确定性 然后呢 你有R到十倍的一个回报 所以我说大西式中式指甲 重金买入 这个重金不是说 爱老师 我就几千刀不够重金 因为我们讲比例可能更为重要 等于百分之八十的确定性 至少两倍 而链上的话 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硬气 加百分之八十归零的燃料游戏 所以我现在其实基本上就不怎么玩 链上屠狗啊 那对于我来讲 我偶尔会玩一些 是我看到一些大的气势 然后呢 我其实是买一部分 我作为一个关注所用 我绝对的仓位 百分之九十 九十八的仓位 百分之九十九的仓位都是在 我觉得现在应该叫二级市场吧 对吧 当然我不会说全部等到上并安 我会关注这一些链上起来 然后上二三楼交易所 然后这个时候我会去关注 比如说我早期买特勃对吧 买APU就这个逻辑 包括我这两天压住这个CAT 压住这个河马 都是这个逻辑 然后刚好应期好 好几个都上个并安 那我就赚更多 那应期不好 那本身对吧 我一个亿买河马 哪怕不上并安大牛市 它涨个三到五个亿 涨到三到五个亿 很简单的 那我还是有钱赚 但是我的我区别是什么 区别是我敢于 我敢于下重仓呀 对吧 所以这两天我比较感慨 因为昨天这个河马 我差不多赚三倍嘛 但其实这种也就赚了 这个三万都到 因为后面我其实还加仓额 还加加晚了一点 后面我又买了三万九 三万九千刀的 一开始其实我就买了 一万几千刀 因为涨三倍就赚了挺多嘛 但是呢 整个下来累计 加上之前就博德赚四万刀嘛 但是昨天这个特朴不是在 在回撤嘛 我一看我操我这边赚三万刀 然后特朴一天浮亏 你懂你懂了 都是十万到以上的 但这个我觉得 因为我要敞拿嘛 也没有问题 但是给我的感慨是什么 就在绝对的体量面前 在绝对的体量面前 我给大家去写一下吧 这个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这个就是我想跟大家讲 玩这个链上 它的一些弊端 玩的一些弊端 所以你想报复 赌一次几次 报复很难 为什么链上你说 老师我看有些人 玩链上还一直赚钱 其实他把它当成业务做 很累的 那种高手真的是 他是赚个一倍两倍 他就卖 那机会 频率太高呀 每天都有 在链上每天可能至少有上几十个吧 让你能够翻一两倍 两三倍的机会 对吧 但你说二级市场有时候震荡的时候 真是没有机会 很大级时间 所以你会发现往往这个加密货币 不怎么涨 二级市场表现平凡的时候 链上反而会活跃 因为在交易所没没什么机会嘛 所以这些高手人家是把它当成业务做的 那如果你是要 只望着 文链上去报复 一下拿个一百倍 我告诉你 基本上就是一个不归录 好吧 然后我又写下这段话 在绝对的体量面前 高爱不算什么 这个之前一个大哥跟我讲的话 当时我还没太有感觉 那最近其实玩家命运货币对吧 就给我的触动就很大 因为可能因为对吧 我们讲重仓的1%的浮动 其绝对值就超过了其他小仓位的全部 是不是我讲不就是我那个特勃 随便随便 但我特勃做不到浮动1% 就超过我一天赚4万岛 还做不到 大概就这个逻辑 所以我觉得聚焦也很重要 但是呢 今天这个视频主要还是跟大家讲一讲 你要知道赚钱 对吧 什么样的钱 赚钱就两个要素 这边再给大家 我觉得就是这个脑子太活跃了 也不好 这边我想经常想给大家讲透 你知道吗 想给大家讲透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 我今天视频开始就讲 就很多时候你经常一直在这犯错误 其实不是你傻 而是你没有想明白 或者没有人给你讲明白 我这边呢 跟大家去讲简单说一说吧 就是我觉得就是赚钱两大 对吧 必须考虑要素就两个兄弟们就两个 第一个是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第一个是什么 这边我放大一下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确定性 对吧 我觉得确定性 或者说概率 对不对 为什么那些大钱 你当他有一个亿的时候 他只要知道他能赚5%就很牛逼了 他要的是确定性 因为体量这么大 第二个叫什么 第二个叫什么 倍数 对不对 确定性和倍数 就这两个点 兄弟们 你必须要兼击一个 不是 不是 必须两个都兼击 说错 你必须两个都兼击 你只兼击一个没用 这个时候就可以来看了 比如说链上 对吧 这边其实用图表来看 是更清晰的 我们在这看 比如说阶段 对吧 然后这个是阶段一 阶段一 我们讲链上 是不是 那他的确定性 确定性 然后呢 概率 很多人 玩链上 他只看到了这个回报 回报倍数 他们没有看到背后 他的确定性的本质区别 那比如说这个 我们按按照多少给大家算 对吧 我觉得正常来讲 他好 他就10% 不夸张吧 其实应该还是给多 正常是千分 千分之一 然后这边是什么 实际上因为你拿不住 你懂吗 实际上好 我们这边就两到十倍 然后呢 这个是什么 阶段二 阶段三 对吧 阶段二 阶段三 这边是什么 我觉得只要你选好标的 我们也不说80%吧 7% 60% 到80% 是不是 好 这边我们就讲这个叫千分之一 因为不同的人能力不一样 对吧 到20% 可以吧 一样的两到十倍 发现了没 发现了没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就是 你的概率 他也一定要相乘 兄弟们一定要相乘 就这两个你要去乘 这两个你要乘起来看 要相乘 知道 你单看的话 就单点绝对极致 没有任何意义 单点绝对极致 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哪怕他这种上哪个代币 对吧 从几从一千可以涨到一千万 他没有几百倍上千倍的 但是没有任何意义 该给他底 你拿不住 这是我想跟大家去讲的 然后但他还有一个区别 这边再可以给你延展一下 还有个区别 但这个区别是什么 就是时间周期 对吧 时间周期 时间周期 或者说频次 是不是 高频 对吧 这个叫什么 周期短 这就是它的属性 属性 这边就是相对需要时间发酵 对吧 但是 这边其实时间周期 它足够高频了 但是你概率足够低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OK 所以说你其实看这个公式 你大概就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不建议大家玩 玩链上 嗯 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讲的视频 最后给的 为什么 我不建议大家玩 玩这个图狗 玩玩图狗 对吧 尤其是散户 因为基本 十度 九速 啊 质疑 质疑这个对吧 本金 还不错的朋友 啊 不能上 大仓位 对吧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因此 对吧 远离 图狗 远离 PVP 真爱 真爱 本金 三连专写 兄弟们 毕竟像我这样这么良心的 我操天天绞心 绞尽脑子 呕心 力气给大家去 对吧 让你们去BK 我觉得还是 大家要 仔细去感悟一下吧 啊 去给这个视频点点赞 对吧